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 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张正宁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宁时间 然后今天我们节目要谈的一个主题是 习近平最近颜面禁思 日本国会无意义通过 呼吁各国挺台湾参与WHA的决议 那很高兴我们今天邀请到陈文甲陈老师 陈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陈老师这边也是日本通 那我们来谈一下 这个真的很特别 也是蛮亚裔的 就有这样的一个发展 台日关系的一个发展 最近真的是越来越往 这个好的一个状况来发展 从前一阵子美国跟日本 这边的二加二的一个峰会 对台海关切 甚至周边有势的一个范围 界定到台海这个部分来 那接下来在台湾 COVID-19的那个疫情 异常严峻的一个时候 那日本非常的一个感心 就是伸出援手 对台湾 然后捐给台湾这个124万的 AZ的疫苗 让台湾民众也能够来 顺利的一个接种 那感觉整个发展 就非常的一个台日的关系 就从来好像没有这么好过 不止这样 到6月中旬的时候 6月15的时候 日本的一个国会这边 就是说因为台湾连续五年 都没有受要参加 这个世界卫生大会 WHA 所以很多友邦 其实陆陆续续 有向世界卫生组织 来做一个提案 呼吁邀请台湾来以 这个观察员的身份 来出席这个WHA 但是WHA大会里头 WHO他们组织里头 就不去讨论这个提案 也都把它搁置 甚至忽视 所以这个部分 台湾就是对这个组织 没有办法参与 就被中国的这个政治因素干扰 但是日本国会 他在参议院 在15号的时候 就无意 全体无意起立鼓掌 通过表决 就是呼吁各国 能够支持台湾参与WHA 并声称台湾缺席 WHA是全球的一个损失 那其实这个会议 WHA大会在从 5月24到6月1号 以视讯会议举行的时候 其实那个日本这方面 就已经有在国会 已经有做跨党派的一个提案 那要求各国同意台湾参与 这个部分呢 一直到决议案 这个日本通过这个决议案文 这里面是主要是在讲说 要终结这个传染病嘛 由于在整个公共领域上 具有成果的地区 提出有益的见解 跟世界来做一个分享 是不可或缺的 那台湾就是作为一个 强化简易体制的一个先驱 所以不能参加WHA的话 这是国际防疫上 全球的损失 也是各国的一个共识 所以这个日本一个通过 那个当然中国就要跳起来了 干预内政的话 反正是劳调重弹 但是我觉得从一个角度来看 因为这是史上第一 就是说日本国会 有这样的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动作 其实意义非凡 那我想文贾兄 这边你的了解 跟你的解读 怎么来看这件事情 我想根据刚刚主任 所提到的呢 日本参议院于6月11号 这个召开院会 那我想全场呢 这个200多席里面呢 都无意表决通过 这个台湾加入 世卫组WHO 跟这个下一届WHA的提案 我想这是非常的特别 而且非常罕见 因为全数通过 对 很困难 所以隔几天之后呢 这个我们的谢大使呢 特别去表示感谢 这是一个部分 那我想呢 从几个重点来看呢 因为我们发现到 其实台日现在是 真是在走一个深水区 以前呢 可能就是维系的这个 我们知道台日的关系呢 是维持的这个 官方跟非官方 那就是官方跟民间 我想说台日之间 民间那是非常好 没错 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官方呢 其实日本呢 一直因为压力于 这个中国的所谓的经济 或是他的这个地缘的压力呢 所以对官方的部分 保持非常的谨慎 这多年来都是维持一个中国 那其实除了刚刚讲那个 看医院全数通过呢 之外我觉得我还树列几点 来证明说台湾现在正式 堵入深水区 讲这个几个重点之前呢 我应该是要提几个背景 好来说 为什么 它会一个深水区的一个过程 那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 我们台湾跟日本呢 都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 我们都是民主国家 而且呢 反正都是跟美国呢 有紧密的关系 第二个基于共同的利益 什么利益呢 第一个当然是地缘 我想说我们台湾呢 就位于这个地岛链的中间 那如果说台湾失守了 那当然日本呢 就产生利息的危险 有半导体的产业 我们知道这个日本 供给我们这个半导体的材料 那我们制造 然后之后呢 再做一个有效的一个大合作 就等于说是 以美国为首的这个 半导体的产业链 是无庸置疑的 那第三点 我想是比较重要的 为什么日本会转移 变这么快 其实呢 日本长期来是 经济靠中 安全靠美 但是呢 基于一点 什么是叫利益 利益呢 就是当国家安全 受到所谓的 中国的这个侵犯的时候 他当然这个国家利益 高于经济 高于所谓产业的利益 经贸的利益 所以呢 中国这几年来呢 不管是一带一路也好 或是灰色地带战略也好 或是海经法也好 或是香港国安法 或是这个新疆灭族 这个野狼的这个外交啊 通通是给了这个美国也好 日本很大的压力 尤其呢 我想说在这个 今年的2月1号呢 他发布了这个海经法 海经法那就是 在这个东海呢 他可以利用这个解放军 因为海经属于解放军了 来进行所谓的 他的这个大司法 以这个法呢 来行侵略之实 所以这个三个背景之下呢 所以我观察几点呢 比较特别的 这是刚刚所讲的 这个参议院的 这个无意通过之外 还有我想说在 5月10号闭幕的Z7 Z7呢 这个拜登呢 往欧这一端呢 其实这个Z7是最为重要 因为Z7呢 包括了我们知道有这个 加拿大日本美国 意大利 德国跟法国 那这样子本来有俄罗斯 后来在这个2014年 因为俄罗斯这个侵略 这个克里米亚就被 踢出去了 踢出去了 所以呢 其实这个部分呢 是重重之重 就是说也提到台海的局势 是 那这个我想呢 这个菅义伟日本手下 是话外的协调的作用 所以他心里说服了这个欧洲 其实呢 他对这个德国特别用力 因为我们知道德国是 因为他有在中国旁大利益 所以呢 这个梅克尔呢 他特别的 是比较亲中 对 所以他劝说 他一定要跟日美进一步的 统一的步调 是 做这个工作 这很不简单 不容易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提到说 这个菅义伟在 跟党业的党首就是这个立宪民主党的 这代表一场这个党首讨论会 他当然也提到说这个 讲到疫情嘛 台湾啊 澳洲啊 纽西兰啊 他们呢 这些都是因为 这个在私领域上呢 政府比较有效的能够掌控私领域 讲到这个三个国家 那这比较特别的一个首相呢 其实这个首相代表一个 所谓的官方的一个最高代表 对 他讲这个特别 所以引起这个很大的一个渲染 澳元大的风波 那接着呢 当然还有几点呢 也要特别提到 就是说 可能主持人 你也观察到 他最近呢 在这个 黄卫白皮书 在2021年版的黄卫白皮书呢 他特别呢 首次在 明在台湾局势的稳定 对日本安全与社会 这个国际社会的稳定 十分重要 代表什么 台海的稳定 台海一定不稳定 就会造成他们的危险 这是我想 是比较特别的 当然还有这所谓的 刚主任有提到的 捐赠这个台湾AZ疫苗 那自然来呢 这个就当然 就是能体现说 基于共享价值 然后得到台日的 友好的真谛 当然还有几个部分 也要特别提到的 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4月9号 这个日美在 法盛顿的 一个所谓的峰会里面 也特别提到 台海的重要 这个本来呢 讲完之后 就是从日本 从模糊 然后到南 到清晰 所以这个部分呢 等等 其实呢 都在在的说明呢 其实日本 现在呢 尤其台日之间的关系呢 已经这个 陌生水平 那谁 让他这么做的 当然是时事 时局 因为呢 其实刚刚我提到的 因为 基于共同的这个价值也好 共同利益也好 或是对中国的这个霸权 所以压迫呢 从美国开始 从印太 从美国然后到印太 然后到了哪里呢 到了这个欧盟 整个呢 就是天下为装的局势 是 就产生了 那在日本呢 这个部分 我们不能忽略 他在里面的重要性 也扮演相当程度的关键角色 而且非常关键的角色 对 当然 其实呢 这个我们都知道嘛 这个没有用意的 敌人没有用意的朋友 只有用意的利益 当然呢 基于几个 就是他的 最终还是他的 就是所谓的战略的利益 对 就是他的国家存傲的利益 嗯 我想这个部分呢 他也不得不这么做 嗯 那显然真的是不太容易啦 就是说 刚刚如那个文甲兄讲的 日本参议院通过之后呢 那个 我们台湾驻日大使 就是谢长廷 他也特别去这个参议院 表达那个感谢 其实谢长廷 他有透露一些讯息 也蛮特别的 他说 其实参议院为了要 使这个提案 无意义通过 也花了很多心思 在做一些协调啊 跟说服的一个工作 因为毕竟上 这个你要让整个议会里头 无意义 这样起立鼓掌通过 那个确实是很不容易 营造或塑造出来的一个 形象或说一个效果 那为了确保这个议员的一个出席率啦 或者是 也要去恳求 让这些有可能一些 有不同意见的官员嘛 这民主社会通常也都会有 所以这个部分里头 一些内部的一个运作 跟私利 其实都做了一些相当的一个 下了很多的功夫啦 所以这个谢长廷说 当这个日本参议院全体 起立同意提案通过的一个瞬间 他身为台湾人 他也感到十分的一个感激啦 这个的确啦 不只是谢长廷而已 台湾人看到这一幕的话 都相当的一个感动 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无限的爱 向全世界转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音 RTI 从两岸国际 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 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九点三十分到十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接信到 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九点三十分到十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人形容 2020年是台湾的Podcast元年 使用手机可随时随地收听的形式 滋养了听觉 丰富了视野 而你也加入了Podcast的行列了吗 央广新闻部制播的众多精彩节目 陆续在各大Podcast平台上架 包括《早安台湾》 《两岸ING》 《就样看中国》 《张正林时间》 《蔡明芳时间》 还有《这样看香港》 舍之且能藏乎 想跟你聊聊天 以及港式大牌党节目 通通随点随听 欢迎透过三道声浪平台 搜寻央广节目名称 就可以收听到精彩的 央广新闻节目 快拿起手机 让我们在Podcast平台相见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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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光环 来自台湾之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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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听众你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 《继续访问陈文贾》 陈老师 刚刚讲到日本台识关系的 一个发展 是异常的一个密切 但是最近也有发生一些状况 就是说因为日本 或者说刚刚有讲到的G7 乃至于美国跟欧盟的 一个峰会等等 都有提到台海稳定的一个重要性 就是说这个都是 很多都是史无前例的 那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氛围下 中共解放军 就是6月15号这边 就是说他们直接派了 28架次的一个军机老台 这个老台规模是一个最大的 就是等于是史上最大的一次 包括美国五角大厦 也都因为这样子来特别 来做一个法言来谴责 这个中国的一个军事行动 是破坏台海稳定 这个部分呢 其实当大家都在关切的时候 包括这个中国的发言人 就是有媒体去提问 有讲到说 那你这个共机派这么多来 这样是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意涵 因为先前包括讲到日本这个部分 还有G7的一个决议文 中国这个部分其实也有做一个比较强烈的批判 就是说 说美国是有病 而且是病得不轻 那但是他们回应28架共机老台 这个事情的时候 又讲说 啊这是台湾忽略什么中国的一个善意 我觉得这种讲法就是 他批美国有病了 病得不轻 我们讲说 他这种看待共机的一件事情的一个动作 跟回应 是脑袋有动 这真的是 怎么可以 可以 那个 讲成这样子 我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那你说这是中共的一个决策官员的一个思维吗 或者说他们发言的 讲话的一个口误 或者说很严重的口误 这样是其实伤了台湾人民很大的一个心 或者也许他们也不在乎 或者怎么样 我们也都是一直持续的在做一些观察 那这个部分请教一下 文讲你是怎么来看这个事情 我是这样看 其实这个就像主任所讲的 在这个G7 还有这个期间 他共军 攻击 这个一共28架来饶台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毕竟 这段期间 从我们台湾的疫情也加剧之后 还有 他也工作比较小了 那显得意见的 就是因为 G7的一些 一个声明 一个声明 刺激到中国 因为我们知道G7 一直讲说 这个中国破坏 这个新疆人权 还有打压香港民族 还有台湾对台进行军事威胁 然后威胁到台海的稳定跟安全等等 这些人 然后又强调说 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那当然 这些呢 就中国来看 其实中国他的这个海军绝取之后呢 他就是要建立属于他自己的海洋秩序 而不是你美国为首的海洋秩序 他要把他做一个 从这个战狼来扭转这个部分 我觉得他看什么 叶昂斯大 我的评论 那但是他做这些动作呢 中国做这些动作 其实就一如这个北约 在6月14号的宫会也联合公报说 这些都是中国对国际秩序 跟北约有关领域构成系统性的挑战 那所以 这样子一个从D7到北约的过程中 让很充分的让中国呢 来认为说他必须要去 去有所动作 那为什么动作呢 当然这个 他需要以军事动作来 第一个所谓的来安抚内部 不然你这种总是被压着打 你知道是中国一般各派 军方 他当然要有所动作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民族主义 对不对 他们认为台海本是天下一家 怎么会让这个其他人来指指点点 说咱导师 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在国外他也要跟所谓 跟全世界来宣打 这个中国在主权意义上 绝不可能示弱 因为讲到我们的主权了嘛 台海就是我们的主权 是 新疆是我们的主权 西藏是我们的主权 那包括还有什么呢 还有当然 他还更认为说 这个香港这是他们的主权 所以他这部分 他当然不能示弱 所以呢 这28架里面呢 因为我是来观察一下 他有 但是 包括在西岛 这个我们台湾 西南 航空四倍区 就ADID嘛 一架是运8 对 然后四架轰6 一架 这个运8的远干机 两架 这个空间500 还有14架的殲16 又加殲11 那当然了 在这个四月份呢 到现在这个国防部统计最大的最多的价值 因为我们到去年一年有3000架 嗯 一年就有3000架 3000架 真是很离谱 所以呢 我是这么看呢 就是说 我刚才提到说 在国际上 在消息上 除了要宣誓呢 他是不肯示弱 然后呢 除此之外呢 也要针对美国 就是最近呢 在所谓的这个 我们知道 在四月份跟五月份呢 他们各有所谓的这个军演 在南海的军演 是 除此之外呢 可能 他这样可以做呢 就是说反制国际主张的自由航行 自由航行 嗯哼 这些 其实是我们这个 不管是印太战略的演习呢 其实都是一个 他们声张只是自由航行 嗯 这个我觉得这是 晃朱天下皆准的一个 国际规则 嗯哼 本来就是南海是 所谓的这个公海嘛 嗯 这个自由航行 你怎么老共 你在那边又是颠倒招交 然后又是用航母啊 用什么东西 这个来做 好像是在内海在玩 是 但是他认为说 他认为 他的国际秩序 他的海上秩序是 南海是中国海 嗯 这个概念 嗯 中国南海这个概念 嗯哼 所以呢 我想这个部分呢 也显示呢 这个他的不满 那但是呢 司机来看 这是对国际的潮流 当然对他不利 嗯 知道就是说 从这个拜登呢 他夹在的这个印太战略的 这个基础 然后 这次去欧洲 去做有些访问了 然后呢 共同围起了一个 合纵 欧亚 来包围中国 嗯哼 自然而然呢 嗯 他的战狼 外交显然受到阻力 那时候阻力的过程中 他怎么办 他只要开取 所谓的灰色地带战略 嗯 灰色地带就是 我们知道 这一战争跟和平中间嘛 对 那透过这个军舰 这个南海舰队的 所谓的演讯啊 而且前 上个月还去 他还跑到这个印尼 嗯 联合军演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共激老台 骚扰台湾 台海 嗯 是这个灰色地带 嗯 那所以他透过这个方式呢 就是要透过 这种灰色地带来 对自己也好 自己内部的一个内宣 嗯 外部的外宣 嗯 产生一定的作用和效果 我是这么看待的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内外宣的一个效果 内宣也许是有 它的一定的效果 跟那个意义啦 那外宣来讲的话 他其实这样的动作 反而是 在我的解读里头 是会是一种 侵略的 或者说是一种 主战的 是一种比较战狼式的 一种动作跟言行 那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其实我觉得是反效果 你想要宣示 南海为中国内海 这样的一个遗憾 或者是你去 大海军主义的一个 势力的一个扩张 但是你这样子 反而是让国际社会 就造成很大的一个反弹 那不只是这个强权 国际强权美国来讲的话 或者说一些 联合美国为首的 日本啊 一些澳洲等等 各个其他周边国家 在印太 亚太印太的一个部署 跟相关的一个国家关切 连带的 你看那个 像跟中国关系比较友好的 菲律宾 菲律宾其实在外交上 或者说经济上 都是也相当程度在仰赖中国 跟中国相当友好 但是在涉及到 所谓的国土的部分 或者说国防安全的部分 其实他们对中国 也是相当的一个感冒 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 很强烈的一个主张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效果不会很好 就像我就讲的 就是说采取这个 灰色地带的战略 其实更坐实了 外交对他们所谓的 中国的威胁论 反而让它 不管在这国际局上 避入更大的险峻 更多的挑战 所以整体看来 那个包括 刚刚我再补出一个讯息 就是说其实 不只中国在这个部分 攻击老台亚 或者说他们在南海 东海这个部分 有一些军事演练的 一个动作 那美国他们 其实也不是吃素的 包括四月到五月之间 他们的航母 都有经过 甚至穿越台海的 一个动作都有 那在6月12号到14号 其实在日本 日本海上自卫队 跟美国海军 也在菲律丁 那个海一带的 进行做一些作战演练 然后这个目的 都在提升 这个运输舰两栖 登陆舰 在那个日美领导 防卫作战的一个 统合的配合度 这些动作 其实都是有 相当程度的一个宣示 那其实台湾来讲的话 就是以台湾来讲的 刚刚我们从日本的 国会参议院来宣示 支持台湾来参与 这个WHA 一直到这个 我们再回溯一下 就是说整个国际情势 从美国拜登上台以来 就是说从这个一开始 他们在这个美日印澳四方安全会谈开始 对话这个部分开始 他们其实一点串很多场合 或者说一些机会下面 都会特别去提及 这个台湾安全的一个议题 那包括你看美日 二加二的一个峰会 再来就是美韩的 二加二的峰会 还有这个美日元首的一个高峰会 美韩元首的高峰会 一直到这个日本首度参议院 支持这个台湾加入WHA 还有这个刚结束的 G7的元首高峰会 G7之后又有一个 北约的NATO这个会议 也有一个公报 再来就是美国跟欧盟的一个高峰会 这些会议一连串下来 我们这样子来看一下 就是说 其实都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关联跟互动 他们就是不断的去 会去触及台海安全的一个议题 甚至说台湾在国际组织上的一个参与 他们有些部分也会有特别的去提醒 这次都是史无前例的 就是说非常惊人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相当程度 其实也是中国所谓的威胁论 让国际上面 一些国家都相当提认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竞争者 或者是一个安全上的威胁 所以他们才会有不断的一种主张 在各种场合里头 以前史无前例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现在都会特别去提出来 这个其实就是特别去强调 台湾和平稳定的一个重要性 这也是不言可遇 好 今天非常感谢陈文贾陈老师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谢谢 谢谢